你怎麼會生氣 煙萬龍不尊 你給我 我來手上去 你不要再插豆腐 我愛背 喂 你 你 這種人的小聲 你怎麼不怕命操 還不怕這塊豆腐炒 我是 八戒 小溪 妳萬一照顧我變成我的人 我已經覺得我最幸運了 妳哪有可能還三星而已 妳不敢這樣我不會想 妳這樣我的舊不敢 周永哲 我自己說 我本來是怕勝 她已經不想認好人擔心了 是妳早來猶怪我 是妳給我愛到妳 妳就要比較注意 現在我已經有感情了 我就不會親愛再放棄了 聽妳這樣說我就放心了 因為我也是真心愛她 可是我如果是有靈靈 我會幫到天上的天氣 來送給妳做一個正義 小心 妳這樣是在做什麼 妳就知道我不是那種愛護子的男人 我過 沒關係 妳的人 還是妳的心 我都不會跟妳拍到我的心裡 因為我永遠都沒辦法在家裡 這樣我也愛妳 我都不准妳哭了喔 這樣我也愛妳 我都不准妳哭了喔 劇情根本完全相反 這也是民主我來拜訪他們的原因喔 好 兒子 我妳很漂亮 沒有啦 我以前跟韓公公 有 有 有 怎麼有 可能沒有男朋友 妳不要 妳不要再給我開了啦 我就是因為主門不夠厲害 不知道 來跟妳說 她要告訴我 她這樣很可愛 謝謝 來 送給妳 哇 好花喔 很漂亮 很漂亮 我感覺妳的台語說要比我更好 沒有 我就是人 妳說妳是會選小魚辣椒 是 我怎樣 真的 我轉了妳來聽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還會記得公安正確是嗎 25年前 山哥在電視劇 愛與圓中演出腦性麻痺患者公安 因為詮釋得太好 讓觀眾記憶深刻 從此 孔安就被拿來形容智力不足的人 也成為山哥的小名 不過 雖然孔安聲明大噪 山哥卻因為這個角色 而有了職業傷害 當時長期模仿腦麻患者 右邊扭曲的姿勢 造成左右腳大小不一 脊椎側彎 左右肩失痕 直到這幾年開始健身運動 身體才逐漸恢 恢復平衡 而演員的辛苦 還不只如此喔 遇到沒拍戲的時候 還得想辦法賺錢度日子 山哥說 嫂子的小魚辣椒 就是她經濟上最大的後盾 原本只是做來送給粉絲的小魚辣椒 因為受到好評意外開啟了小魚辣椒的生意 上市才不到兩年喔 網購平台就已經賣到缺貨了 我的老天鵝啊 什麼小魚辣椒這麼厲害 明珠也想學 對 我來帶妳認識我們家的大廚 我們的靈魂中心 那妳可以教他一點也歡迎 好 我們一起要學學 好啊 其實我們在選的時候 大部分我們需要的大小 大概就是三公分左右 大概是這樣兩到三公分 可是小魚竿買回來 應該又是另外一個工程 對 因為要處理 對 因為這些小魚竿就是 從海裡打撈上來 然後妳要經過曝曬 那曝曬經常會有海裡面的東西 就一起都曬到裡面去 然後再一起收 曬好了之後收起來 所以常會有 我們裡面會有什麼東西 貝殼啊 貝殼啊 還有那個海裡有一些小石頭 石頭 還有一些那個什麼珊瑚啊 都會有 還有魚線 明珠該不會要一個一個跳吧 我們是一根一根跳 幾乎啦 其實幾乎已經都是要一根一根跳了 所以在我們一天的製程當中 選小魚是花我們最多的時間的 因為要很靠眼力 然後一個一個放下去 看看有沒有炸魚 大概有一半的時間 一半多一點點的時間 是拿來挑小魚竿 三個說 不當演員時 他就是小子的小幫手 白天陪他到處購買材料 幫忙搬貨 晚上兩個人則是一邊挑選魚竿 一邊聊天培養感情 明珠實在很好奇 有些夫妻只要一起創業 婚姻很快就會出問題 為什麼山哥和大嫂感情 卻是越來越好呢 你可以學我 就像抓起一小把 不能太多 因為如果太多的話 太粗糙了 對太粗糙 你就這樣子讓他一個一根掉下來 然後你要仔細聽喔 小魚有他小魚的聲音 他會呼喊 但是你聽到如果不是小魚的聲音 他覺得浮誇 我老婆總是覺得我很浮誇 但是這樣子他才會幸福啊 你要聽的時候 有時候會聽到 不是小魚的聲音 有可能他就是小石頭 或者是其他的小被子 對 你有看到嗎 原來山哥就是這樣哄大嫂的 把平凡無奇的事 說得生動又有趣 夫妻生活自然充滿情趣囉 而俗話說 要抓出一個男人的心 就要先抓住他的胃 光看大嫂這俐落的刀鉤 就算山哥想逃 應該也跑不遠了吧 這個刀鉤 真的山哥要好好尊重太太喔 對要不然晚上睡覺的時候會很危險 對 所以嫂子的廚藝刀工的部分 是自己後來結婚 成為媽媽家庭主婦之後才練的嗎 因為我爸爸很早 我大概五歲的時候 我爸爸就過世了 對 他過世之後他生病過世 就公司就被掏空 對 然後就很多的 就是會有人會來說是跳票啊 支票跳票什麼的 然後就來找我媽要錢 然後我媽一個女人她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她就只好帶著我們從北跑到南 這樣子 就是一直逃跑這樣子 然後當然可是生活要過啊 那我媽就會想說 那她就來做一點小生這樣子 然後就是小時候我就知道 記得我媽她就什麼都做 然後開小生店啊 所以我們從小就要幫忙 我在國小二年級三年級就要訓練 我媽就訓練我們切殭屍 所以你看這個光是刀工呢 就可以看到你這個廚藝到什麼樣的 成階段這樣子 不過還蠻感謝說小時候有這一段 因為現在真的很難 現在的小孩真的太幸福了 我覺得有一句話就是 千金難買少年窮 對 所以 真的 我真的很感謝說 就會珍惜 對 你那麼多的歷練 其實你長大以後都用不到 對 我其實也不會想說 我以前怎麼那麼可憐啊 原來 嫂子精湛的廚藝 是來自貧窮的過去 二十幾年前 山哥和嫂子因戲結緣 山哥說 當時看到嫂子 代替父親撐起家計 又奔波照顧被人倒會 而生病的母親 因為不忍心一個小女生如此辛苦 她便衝動的向大嫂求婚 沒想到求婚完婚後 山哥卻後悔了 甚至在訂婚當天 她留在南投拍戲 請妹妹代替她和新娘 進行拜祖先儀式 直到結婚前 新郎無時無刻都還想落跑 拜託 這種出得了地堂 錄得了廚房的女人 根本找不到了好嗎 妳切得也不錯耶 可以嗎 沒有切斷 不錯啊 可以啊 刀子的問題 謝謝 桃子直接給我一個台階下 這樣子 但是我現在呢 可能有點耽誤了拍攝進度的部分 我們呢就是 我們可以快轉 我們用快轉的部分 讓這一段趕快讓大家忘記 我自己快轉 好了好了好了 再切下去我怕壞了人家小魚辣椒的商譽 既然廚藝我學不來 那只好學幾招 夫妻相處的秘訣囉 人家說嘛 要抓住一個男人先抓住他胃 但是其實也不只是這樣子而已 夫妻相處的時候真的是跟交往的時候不一樣 很多大大小小的在生活上的 有沒有什麼相處之道是你們在這些年來呢 你體悟到 其實剛剛明珠 你在開頭的時候說到一個重點 你說 結婚之前跟結婚之後會不一樣 那我們現在努力過的生活 就是我們結婚之前的生活 對 像我晚上的時候啊 小孩睡了 可以講嗎 可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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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進入小孩睡了的片段 小孩睡了之後 我就會偷偷跟他講說 我牽著他的手 然後我們就開車一起去逛夜市 回到另外的時期 然後現在就是比較在家裡就是 你知道他在旁邊又有女孩 就是沒有靠著他 你就會覺得很空虛 老婆 我很榮幸變成你的肚皮 這也太閃了吧 差點把明珠給閃瞎了 難道是因為台詞看太多 才會這麼浪漫嗎 不過自從大嫂嫁給山哥之後 就吸引在家專心家務 山哥說 這麼漂亮的太太們在家裡 他其實很內疚 他說 女人的青春不該全耗費在家庭 偶爾也應該出去追尋自己的夢想 最近有劇組早上 嫂子嘎一腳 山哥非但沒有反對 甚至還成為嫂子的小影迷喔 酒黨的太太是什麼人 我們大家都知道 雖然我們兩個人也快過敏 不過我很清楚 你絕對不是酒太太 董董董事 事情不是在想這樣 你不用幫我改水 我說實在 你在酒家過了好日子 這麼多天以來 都穿好吃好婆婆的外音 讓雄前的爸爸媽媽這麼聽你 欺騙大家歌還可以更好日子 只有只有你而已 我咧 你怎麼長得了好多給你護照 身材還已經走進了 現在也沒有又年輕了 你還在那邊的 我真是看不下去 你小心 今天你若是不破壞我的家庭 你要我倒三天 我可以幫你倒三天 但是今天 你是我婚姻的第三者 你還要我把這口氣吞下去 連我自己就看不去我自己 佳玄 你不要再那樣堅持好不好 現在你是為了 可以救這個雞的人 你不要因為你的祖書 你的固執 害到這個雞龍雞殺腿 周永辰 你不要總是用你的錯誤 來減土老人 現在給我聽清楚 你怎麼可以選一個 哎唷喂 為什麼看老人做小三 那麼簡單 民主自己拔起來就是 全身不自在耶 別說要唱人的王子 我連台語都說不認同 是要怎麼跟人家玩家啦 我算小心 好難喔 來 沒錯 好佩服你們 當演員真的很不容易 不過首先對我來說 最大的挑戰就是要講閩南語 因為那是哈嘎你 我是客家人 所以剛才在講那一段的時候 嫂子會不會看我一邊在嗆你 一邊很想笑 不會 我要忍住 因為我覺得哇你好棒喔 你怎麼可以一次就OK 都沒有NG 對啊 你不是演員 我心裡一直想說 這樣不行 待會我要是NG的 不是很糗嗎 兩位真的太謙虛了 民主不是不會NG 而是緊張到肢體僵硬 根本笑不出來好嗎 不過 不是只有演員不好當喔 山哥說 經營婚姻生活 也是十年磨一劍 婚前的戀愛感在結婚後 全被彩米油煙給破壞殆盡 婚後 男主外 女主內 山哥繼續演戲賺錢 而大嫂則是每天周旋在 家務與支出之間 夫妻倆共同的話題 越來越少 代購越來越大 長期下來 夫妻關係漲到冰點 差點離婚喔 那個 從此之後過著 幸福美滿的日子 這一直是我心裡面 對婚姻的感覺 所以我很願意付出 我也很願意去做 可是我一直覺得我老婆 她沒有辦法 讓我得到了那種回饋 是我們兩個有相親相愛的感覺 我們本來就是很疏遠的 我跟我老婆本來 就是我做那個 她做那個 然後我摸她 她就會想要逃走這樣子 那時間久了 我就會覺得說 這不是我要的婚姻 這不是我要的女人 她不是可以跟我一起走一輩子的 所以久了我就想說 我要跟她提看看離婚 我一直在找機會 想要跟她吵架 因為我要找一個點 讓我可以跟她有一些衝擊 不管是好的衝擊 或者是壞的衝擊 我想要跟她有接觸性的衝擊 百般的討好 卻得到對方冷漠的回應 山哥只好用爭吵 來刺激這段休克的婚姻 然而吵架並沒有讓關係修復 反而更走向谷底 幸好當時的一支影片 讓大嫂突然轉念 挽救了這段婚姻 有一次也是她 我們可能有爭吵 然後也是很不愉快 然後我就會去 看了一些影片 一些文章 然後我就看到一個影片 就是好像也是 她就是講夫妻嘛 然後就是老公都是做老公 老婆就是做老婆的事 但是他們老婆就是很愛老公 老公其實也很照顧家裡 很就是責任在家裡這樣 那有一天老公出去之後 就沒回來出車禍就死了 才發現原來那個老婆 這麼愛老公 可是她怎麼就沒有在她生前的時候 就把這個表現出來 然後我就覺得 我是不是也是這樣子 然後我就開始去思考 然後又常常聽到人說 其實中國人就是很保守啊 你有愛你不會說出口 讓對方沒有真的很感受到 你真的很愛他 所以我就試著去改變 然後我就把這些事情 都用行動跟言語表現出來 然後我試著改變 可是我發現 當我這樣子改變之後 我發現 真的要做什麼事情都非常容易 就是 因為我老婆開始釋放愛情荷爾蒙給我 我接收到了 我就變成她的小乖乖 她就是說 因為最後要陪她走到老公 就是我們兩個第一次嘛 那小孩 小孩將來長大 有小孩自己的一個家庭 還有他們的家庭 對他們自己的事 我們可以做的只是榜樣而已 愛就是經營婚姻的資本 當愛越來越少 婚姻就會像缺水一樣 乾涸破裂 山哥和大嫂過去的婚姻危機 不是因為有小三 也不是不愛了 而是以為愛情已經升華成親情 而忘了愛的感覺 雖然愛情不能當飯吃 可她卻可以修復各種關係喔 今天明珠很幸運 能夠聽到這麼一段婚姻哲學 接下來山哥和明珠 要帶著這罐熱燒的小魚辣椒 到喜憨兒烘焙坊 為他們的愛情麵包增添新口味 希望對他們的收入能有點幫助喔 啟文師父非常厲害 他在這個 這邊都是他管轄的 而且聽說他下面帶了非常多土地喔 哇你這麼厲害 是喔 是喔 哈哈哈 請問師父你做麵包有多久的時間啊 應該20年 好厲害喔 因為你現在看起來才20幾歲耶 沒有沒有沒有 然後你就做20年 我比你大 你比我大 你知道我幾年次喔 不知道 有點忘了 不敢猜 但我比你大的 的確 好啦 他18你19啊 喔 可以可以 你收了算 你很會開玩家 還好 好 我們做那個黃金三明治 好 可以把裡面的餡料 換成小魚辣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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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白口 中間 對 第三片 撲餅就可以了 好 好 那我做這個給你吃好不好 我可以不用 哈哈哈 你幫我下一個心碎的表情 太好了 明珠真是沒料到 連啟文師父也跟著一起開我的玩笑 因為來這裡之前製作單位告訴我 師父本身是心智障礙者 所以在行動和反應上 和正常的人可能會不太一樣 但是啟文師父不但愛開玩笑 反應又快 甚至還曾經在麵包大賽中得過冠軍耶 這真的有點顛覆明珠和山哥的想像 但聽說多數人對於憨兒做麵包 依然有衛生上的疑慮 即便已經把廚房透明化工人參觀 然而烘焙房的生意是沒有起色 收支根本無法平衡 就業服務來講 對我來講你可能只看到他在工作 可是他可能是跟你我一樣開展他的生活 尤其是有同事的孩子都會進步得很快 他就說我在便包店的時候 我就發現我的同事就跟客人都相處得很好 那我也想要 那有的憨兒是不識字的 他為了記客人的名字一個一個的 應用他的方式把它記下來 然後他的成長他的進步也很快 所以就業服務來講 就對憨兒來講 他其實就是一個生活的開展 二十多年來 喜憨兒基金會透過就業輔導 讓無數的心智障礙者 可以找到生活的重心 也減輕了許多患者家庭的負擔 而除了基本工作技能的輔導 為了刺激憨兒們的感官 基金會還特別設置了一個多感官教室 讓憨兒在刺激之下發揮出專長 像是這位墨鏡男孩 表演欲特別強 號稱是憨兒界的青蛙王子耶 拿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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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這些工具 課程還無法培養憨兒的專業技職 這些只是幫助他們從封閉的世界 勇敢的走向人群 像是接下來的試吃關卡 光是要走出那道門 就要花好幾個月的心理建設喔 我們在這邊等好 我們先討論一下戰略 等一下我們要發試吃 有沒有什麼要注意的 就是把妳們可以快 可以快 の 再扣衞給大家吃 嗯 OK 你們在試吃的時候會講一些什麼話嗎 譬如說口號之類的 口號是那個 花一雞雞麵包 這是免費的雞雞 我們剛剛做好的 你好 你好 花一雞雞 花一雞 你好 妹妹 花一雞雞的話就去客人第一嘛 然後就客人喜歡的話都會拿去吃 基本上的話我們放手讓他們做之後 我們就會開始在從旁觀察 我們會觀察就是秘務員工在遭受到拒絕的時候 會產生怎麼樣的吸取反應 在他試吃完之後 我們可能會做五到十分鐘的互談 請他可以表達一下今天的心得 被客人拒絕的時候心裡的感受是什麼 然後我們會去心裡方面會提供給他一些支持 你們真的好棒喔 而且我們在旁邊都好佩服你們耶 而且你們完全都是沒有害怕的 即便很多人其實都還蠻快速就走過去了 可是你們都沒有卻步 你跟我之前想到了 可能喜安兒的形象真的不一樣 真的 對 覺得說他們可能會比我們在心裡層面更容易受傷 或者是更需要被安慰 但是我覺得是我比較需要被安慰耶 真的 所以我們其實今天也是跟著你們重新學習耶 對啊 謝謝你們 謝謝 謝謝 人與人之間的相處本來就是一種學習 只不過因為憨兒是少數人 所以變成他們要來融入這個多數人的社會 截至目前為止 心智障礙占人口比例的2.2% 全台灣大約有40幾萬人 真正願意走出來工作的不到一半 而願意工作又被社會接受的 可能又不到一半 其實很多旗艦都是因為不理解而產生的 當你親眼看見他們工作時的敬業和認真 你就不會再對他們做出來的食物有所疑慮 而且山哥和大嫂的小魚辣椒裡頭還有愛情的滋味 搭配上啟聞師傅精湛的烘焙技術 相信這份愛的小魚吐司 一定可以為憨兒帶來更多人的愛 我們一起吃東西 心切臭食物 人口比人家 在這裏面上野 猪肉 無欺老百祖 人口比人家 人口比人家 也不老百祖 你也不老百祖 何必買 人口比人家 使用